你不要選總統 我會覺得把他當笑話看 可是你現在要選總統 我覺得毛骨腫瀾 來 去看看這個時刻 是喔 柯文哲昨天在接受訪問的時候 他講的一些話 是 你說把你給嚇死了 因為你是學國際政治 你是學國際經濟的 而柯文哲這些話 第一個 代表他對兩岸完全不熟 而且 他還把台灣給搞死了 因為他昨天在講 世界的主流不認為有兩個中國 後面不必談了 沒有兩個中國 那是一個中國嗎 而且台灣不能掉入這樣的陷阱 對 寶傑 是讓我們總統候選人裡面來說 當然都非常關注所謂兩岸議題 因為兩岸議題是其實最複雜 但是你也最不能夠說錯話的 你在說錯話的問題非常大 結果寶傑知道 我最近看著柯文哲 對兩岸議題的說法的時候 我真的完全昏倒了 你嚇死了 我跟妳講 第一個 第一個我覺得很 一個好 先是好笑 為什麼 他在瘋傳媒的時候 他講什麼 他說他當選的時候 台灣會變成一個新興的國家 這是他的原文喔 然後新興國家之後 中國跟美國 中國會降低緊張 那美國也會比較好 所以我可以當中美之間溝通的 恰恰 讓兩岸的關係會 這個緊張會下降 中美關係也會好轉 我聽了昏倒 我們台灣居然能夠當 扮演讓中國美國溝通的角色 讓整個兩個國家 這個競爭能夠下降 搞不清楚 中美之間是霸權戰爭 對 是世界領導權的戰爭 對 是世界秩序誰是置地者的戰爭 台灣哪有權激怒啊 第二個是他接收這個網路的媒體 他去上網路媒體 網路媒體講了什麼 他說什麼 哎呀他這個人家問到說 那你對這個一個 這個中國的兩岸之間的看法是什麼 他說沒有什麼 他沒有講到什麼一中一台 他說世界主流不認為兩個中國 然後後面不用再講了 所以他就這樣就講完了 他說句號就是這樣 然後記者就問他說 那所以是一中一台喔 啊不是不是啊 這個都沒有講啊 當前主流意見就不認為 世界有兩個中國好句號 就是這樣 那沒有兩個中國 對 那是什麼 那是一個中國嗎 是 是一中一台嗎 是 那是什麼東西 不知道 好那我覺得更誇張的是什麼 他們副總統賴欣穎就出來講 他說依照柯文哲的說法 我們認為九二共識要更新 然後他是在特定的時間空間提出來的 其中一個存在模糊的性 還有可些可以澄清的事 如果我們當選 首先的建議是 中國應該提交一份新的條約過來 中國提交 對 然後 然後 然後清楚的解釋 他們希望我們看到了討論的內容 這是第一步 所以我覺得講的都有點 我覺得真的是不知道他們來講 他們兩岸真的到底是什麼 那當然吳欣穎講這句話 我也不知道 中國最好他會提交什麼東西 他已經 他已經講得非常清楚了 不是 台灣跟中國 你覺得中國可以接受給台灣條約嗎 對好那說起來 他講到目前為止 他們兩個老內在裝什麼 講到目前為止 你根本不知道他在講什麼 那今天 柯文哲又接受了美聯社的專訪 美聯社的專訪 他又講什麼 他說兩岸的關係好像腫瘤 不要切除就要共存 他講這樣 你在說什麼 兩岸關係什麼東西是腫瘤 是什麼意思 腫瘤最後會死掉 那腫瘤會擴大嗎 對 他會蔓延嗎 他會等於說侵害你其他器官嗎 對啊 所以他講 從頭到尾他都講不清楚 你看從他要扮演 他說台灣是個 一個新興的國家 這是他自己講的 然後他要扮演 中國跟美國之間降溫的角色 然後又講到說 這個沒有什麼兩個中國 沒有兩個中國 那所以是一中一台嗎 沒有沒有 就沒有兩個中國 然後現在又說 兩岸關係就是個腫瘤 那腫瘤的話不要切除的話 我們就要好好的共存 所以講到目前為止來說 說真的 我完全不知道他的定義 兩岸關係的定義到底是什麼 那什麼 到底你的定義裡面來說 台灣跟中國的關係 到底是什麼 不是他如果不要選總統 我會覺得把他當笑話看 可是你現在要選總統 對 我覺得毛骨悚然 他講到這樣 講到完全都不知所為的這個狀況 我們知道說其實賴清德在 這個政見發表會上面 講了這個 這個九二這個所謂 中華民國憲法是災難 然後又說中華民國是災難 這些已經變成是讓大家攻擊他了 因為他只要講到這個 大家兩岸的問題的時候 大家都非常謹慎嘛 雖然講到沒多久 你可以從這裡面 你可以講 雖然我對蔡英文有很多的政策 我並不以為來 可是我說真的 在兩岸底上面 在美中台問題上面 唯一搞清楚狀況的 只有蔡英文 為什麼他要急著趕快說 中華民國是風險 中華民國憲法是風險 趕快把 中華民國不是風險 中華民國要跟九二共識 搭在一起才是風險 他講得非常清楚 也是非常關鍵的 中國有三段論 一個中國 一國兩制還有九二共識 台灣人是不能碰的 對沒錯 那蔡英文就說了 九二共識是兩千人 以後才發明吧 1992年沒有這個名詞 他說九二共識目前已經詮釋在改變 目前為止 中國大陸定義的九二共識 就是一個中國的解決方案 要推動兩岸政治協商 跟時間一國兩制的方案 所以九二共識 一個一中原則 就是三位一體 一國兩制就是三位一體的對台方案 所以就是以接受九二共識為期限 所以他說中華民國憲法不是風險 是把九二共識連結在一起 才是風險 所以他講的其實 就把這個整個結 把他講得非常清楚 因為蔡英文的兩岸政策 或者他的美中台政策 他只有一個關鍵點 對 什麼關鍵點 你要讓兩岸問題 不是兩岸問題 兩岸問題是美中台的問題 兩岸的問題 如果是美中台的問題 你就要讓美國有介入的空間 如果你今天接受了九二共識 一中原則還有一國兩制 你就接受了一個中國原則 一個中國原則 兩岸就所謂的內政問題 兩岸如果內政問題 美國就沒有介入空間 台灣就會變成香港 他要打要殺要拐 美國是不能智慧的 你不是今天還講九二共識 你不是嚇死人嗎 對而且九二共識來說 你看這個 吳欣穎就說你看 他說九二共識要更新 他在特定區域 所以他說我們建議 或是柯醫師的建議是 中國應該提交一份 新的條約過來 清楚的解釋 他們希望我們看到 和討論的內容 這是第一點 他以為誰啊 對 他以為你真的是公主啊 他以為中國是你的仆人啊 中國是你的大臣 他會送條約來 對所以你知道 他整個主張 我都昏了 整個主張裡面來說 我覺得當然是有點荒謬啦 那個中國到底 為什麼他會 給你提交什麼新的 中國已經定義得非常清楚嘛 中國就是這樣 九二共識就是一個中國 還有一國兩制 是三位一體的這個狀況嘛 所以這個 他會提交什麼新的 你覺得習近平會說 那你當選 柯文哲當選 我們兩岸之間 現在要降溫 降溫的時候 我給你一個新的說法 然後讓你在台灣之間 可以過得更好 你覺得有可能嗎 不是你說重點在於 兩岸如果發生任何爭端的時候 美國有沒有介入空間 對所以你知道 事實上他們目前為止來說 我覺得他們的總統 跟副總統的候選人 對於兩岸之間的議題呢 講的真的都不清不楚 這也就陷入了柯文哲非常大麻煩 柯文哲的問題是什麼嗎 他老是能夠講到 一開始的問題 但是你問他深入之後 完全講不出來 他今天會是這樣 明天會是這樣 後天會是這樣 你問他兩岸問題的時候 他先跟你說 台灣是個新興的國家 我們可以扮演中國 跟美國之間的降溫者 那現在跟你說沒有什麼兩個中國 他開始一直講 然後總流要互相共存 講了很多 但是你根本完全不知道他在講什麼 不是我越了解柯文哲 我越覺得他很多事情是一知半解 我這兩天聽他講量子力學 我嚇死了 什麼這一點那一點 他講的量子力學 跟人家的量子力學 根本不一樣 對好那除了這個之外 他還真的很會酸別人 他昨天不是跟高安合體 高安合體在那裡他說 這個慈禧太后和他的義和團 還滿貼切我們現在的環境 民進黨是一個宗教性的政治團體 當有東西在改變的時候 他還是不肯改 那賴清德有辦法甩掉新潮流嗎 更不用講侯友宜背著國民黨 一個新潮流就會很難搞 更好是國民黨 他講這樣 他居然有臉去說人家是政治性團體 不是他很會罵人 他罵人也會罵到點 可是你叫他真的講自己的時候 我完全不對 對 因為為什麼 因為他才自己說 我們這個民眾 弄成一個類似宗教的這個組織 這樣的狀況 耶和 耶穌會 對 人家說人家知道 事實上他講的都很奇怪 另外一個他什麼 他現在又開始在批評 批評什麼 批評說你的這個 我的這個廣告裡面來說 你看 要讓什麼操弄芒果缸的人 跌破眼鏡啊 所以這樣 林作者就說 你這是在說笑嗎 所以他事實上 目前為止來說 他的很多廣告或是什麼 當然都可以讓你 第一個時間裡面來說 都會抓住你的眼睛 但是其實你深入去了解 他的主張 他的內容的時候 你都覺得這裡面其實 有非常多 根本就是自己打嘴巴的一個狀況 大家講你喊口話 OK 大家很多人都在藍綠不滿 當然講在藍綠中間 有一個非常大的一個族群 所以同時下架藍綠 這個的確你可以感動很多人 那下架之後呢 你怎麼下架呢 然後你連一個 基本的兩二問題都講不好 對 那甚至就有人在說嘛 就是說你八年改編了台北市嗎 那這個三三八五沒有叫你不要亂說話嗎 開票日就是七七日 所以你知道嗎 事實上沒有錯 他講的是很會講 但是講到目前為止來說 我們對他的這個質疑就是 他沒有忠心思想 變來變去不說 他連解決方案都沒有 事實上他就是一直講 用很簡短的語言 可以讓你吸精 但是吸精之後呢 他有解決方案嗎 抱歉是沒有的 而且我們昨天講過 他昨天特別講 本來以為說你今天 民眾哪會跟國民黨合作 你會支持韓國瑜 當這個立法院院長 他昨天就講了 游錫坤都沒有講過一句話 然後呢你現在 如果是這樣的打我的話 你為什麼跟你合作 我怎麼支持韓國瑜 今天剛剛講的 陳昭之還有黃國昌 可能都不會接受 可是今天 他不是拋出來說 行政院院長可以嗎 大家一直賭賣說 你要不要當協助理長 你永遠不願 他不講話了 對 他沒有講話 然後旁邊就說 要選總統吧 你要送進總統 所以我覺得他目前為止來說話 這個的確 我覺得他的這個 任何的這個中心思想 或是他最後的覺得是什麼 我覺得真的沒有到最後一刻 我們完全看不清楚